一只水饺,两只水饺 我还是睡不着 凯莉,你怎么又失眠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睡不着 现在天还没黑,我们出去走走吧 走累了,就能睡着了 凯莉,你们在干嘛 我睡不着,出来散步 那你跟我学睡觉吧 我的睡眠质量和好了,肯定会教会你的 这样管用吗 我们试试吧,说不定很快就睡着了 那好吧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儿 凯莉,你睡着了吗 没有呀,小乌龟的身体是凉的 我根本睡不着 奇怪,身体怎么会凉呢 我是冷血动物,也就是变温动物 体温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现在是傍晚,所以是冰的 原来是这样 那凯莉,不能在这儿睡了 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凯莉,这里的花好香啊 多闻花香,很快就能睡着了 我试过了,不管用 啊,那可怎么办 来和我学吧,是谁在说话 是我,小刺猬 来跟我学睡觉吧 我在这里睡了好久了 经验特别丰富 你们肯定能学到很多知识 谢谢你,小刺猬 凯莉,快去 好的 哎哟,凯莉,你怎么了 小刺猬的刺扎到我了 好疼啊 哦,对不起 我忘记这个了 看来你们不能和我去睡觉了 没关系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你们看 好多坚果啊 肯定很好吃 你们在干什么 别碰我的坚果 我们只是睡不着 出来走走 不会拿你的坚果 那就好 这些坚果是我的宝贝 才不能给你们呢 不过 你们可以和我学习睡觉 你也是睡觉大师吗 不是的 但是 我爆坚果的声音很好听 你一听就能睡着了 真的吗 那快开始吧 听好了 你怎么不睡觉呀 对不起 这个声音太吵了 我还是睡不着 多好听呀 怎么会吵呢 我看 只有你自己觉得好听吧 猫头鹰 孩子们 还是来我这睡觉吧 我有世界上最软的窝 保证你们很快就睡着 哼 你们接着玩睡觉游戏吧 我去吃坚果了 别管它 快来试试我的窝 哇 好大的鸟窝呀 我跳 好舒服呀 凯莉 白雪 快来 哇 真的好舒服 凯莉 快睡觉吧 嗯 我们一起睡 啊 好亮啊 根本睡不着 猫头鹰 你怎么不睡觉呀 我的眼睛很大 很亮 在晚上也能看得见 所以 我总是在夜间活动 白天睡觉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不能在这里睡觉了 那好吧 祝你们早点找到别的办法 走了这么久 好累呀 凯莉 你快躺下 说不定 很快就能睡着了 还是自己的床舒服 凯莉 凯莉 凯莉终于睡着了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快速睡觉的绝招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 喜欢这个视频 就点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